天天高温狂飙 但路上越来越多民众 甘愿戴起口罩 因为新冠疫情来势汹汹 上周增加987例重症 其中99例死亡 暴增55% 台大医师黄立民市警 统计去年9月到今年3月 新冠病重症是流感的16.6倍 死亡率更是流感的11.9倍 但民众似乎有点松懈 之前我确诊很过 那第二次是比较不担心 毕竟现在要好像也有打过疫苗 然后要现在也蛮充足的 我从来没有确诊过 所以我没有太担心 会担心啦 小朋友会带去菜市场 还是什么都会带 而摊开本土检出 变异株数据来看 JN1占大宗 不过已经开始下降 但KP2、LB1、KP3占比上升 年底恐怕再爆发新一波疫情 LB1如果来的话 它的传染力是比较强的 第二个LB1的致病力 比起SBB呢 并没有比它弱 反而就是稍微回 变得更强一点点了 然后第三点就是秋冬的时候 因为天气这个因素 会使得感染更容易进行 疾病炎上时都会提高 新冠疫情进入高峰期 秋冬病毒肆虐 恐怕还会再升温 长者慢性病者 尤其要当心 有疫苗就先打 面对新冠疫情 卷土重来 真的不能轻忽 怀宇新闻张响与黄薛轩 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怀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